体重过重有可能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会增加 甚至引发中风的可能性 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就要有正确的健康减重方式 鼓励民众健康减重 中和区公所推动健康喝醋B活力新中和的活动 由中和区长陈锡辉带领里长一起运动 号召大家健康减重 大家常说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 现代人饮食不节制加上少运动 很多人都出现三高的症状 也因此为了维持身体健康着想 中和区公所和卫生所联合举办健康喝醋B活力新中和的活动 由中和区长陈锡辉和里长们带头做起 邀请市民好朋友一起来健康减重 我们希望透过健康减重管理客制化的讲习部分 让我们所有的中和市民 对我们健康减重有一定的概念跟未来的推展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透过健康减重部分 来预防我们三高 也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同时也预防我们不要连长者的 他这个事实症的一个发生 那相信未来部分 我们中和区公所跟中和卫生所等单位 会一起持续来推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配合新北市卫生局 有关做这个全民健康减重的活动 然后又邀请了这个中和区的区长跟里长 然后来帮我们一起推广有关全民这个减重的目的 那这次的活动其实不只是大人 里长帮我们推广到社区的好处 比旁边 最主要还是要让整个生活区的人 都能够知道有这个活动 然后做健康促进 所以我们也说今天就借由这个推广 这个活动让全民都可以了解说 怎么样我们可能就是如何 就是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来做减重 跟做健康促进这样子 为了守护民众健康 健康后处并活力新中和的活动 也结合了双核医院中和国民运动中心 共同推动健康减重 强调减掉体重 减轻身体的负担 不只有单一的方式 而是要透过饮食控制 适当的运动 以及体重控制的原则 让自己慢慢瘦下来 除了方法对了之外 恒星和毅力更是最后的决胜关键 中加新北新闻中和采访报道